周一,纽约拥有的全美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全部停课 酒吧、餐厅、电影院等从晚上8点开始全部关闭 餐厅只保留外卖部分 纽约市长白思豪敦促所有市民尽可能待在家中 白思豪称,针对疫情,纽约市的应对措施会随时随情况发生变化 所有选项都在周面上 白思豪在周一的记者会上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一系列应对疫情的措施 包括关闭餐厅、酒吧等企业 推迟医院的非紧急性手术 暂停家属探望监狱中的犯人等 白思豪还强调 在危机中哄抬口罩、消毒液等急需品价格 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另外,为了提高应对疫情的能力 白思豪宣布将把更多公共空间转化为病房 同时请求来自外州和军队的援助 白思豪说,疫情在好转之前会变得更加严重 市民应做好准备 新唐人记者金石唐城纽约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金石唐城纽约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金石唐城纽约报导